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关陈北军 欢迎收看世界面对面 川普即将入主白宫 最近他的狂人内阁名单 也陆续出炉了 这头包挂 曾经主张新冠疫苗是 有史以来最致命的小劳伯甘乃迪 担任了卫生部长 这个消息一出 股价跌翻了 莫德纳一度大跌了 6个百分点 德国BNT的股价 大跌7个百分点 另外跌破眼镜的是 他竟然延览了 福斯新闻节目的主持人 赫格·塞斯来担任国防部长 川普正宗主席 正宗主席 他正宗主席 帝克·佳克斯特 一个Fox News主席 成为首席总统主席 马克·乌比尔 成为首席总统主席 你知是 川普是为家庭保障的 保障的保障的保障 美国准总统川普内阁团 名字一个一个列入清单 就在台湾观众朋友喝下午茶的时候 最好挥手的人物 如今即将出任川普政府的 中央情报局局长 大名John Radcliffe的 十日国家情报总监 选战期间曾经立下大功 因为他大声疾呼 要调查拜登的儿子 重挫拜登选情 如今即将回归情报界 掌舵中情局 当然他和前述 一批川普内定内阁一样 具备了两样条件 首先必须是川普支持者 再来必须要由抗中核心思想 根据美国媒体分析 川普这种选人模式 明显展现未来国家四年的抗中基调 但这是否对台湾来说 就是一大利多 当然还有待时间证明 川普这样的用人为财 是不是正确答案 中国国企在海外攻城掠地 但很有可能也会踢到铁板 根据报道 紫金矿业在哥伦比亚的金矿 遭到了贩毒集团袭击 而毒贩控制了价值数亿美元 免延30英里的矿道 紫金矿业被掠夺的黄金 高达3.2吨 相当于该矿区总产量的38% 不说到了紫金矿业 这是中国最大的上市金属生产商 董座叫陈锦和 被誉为是中国的黄金之王 因为他开采了中国第一金矿 紫金山而一战成名 不过陈锦和被津津乐道的是 他以63岁的年纪 引起了比自己小25岁的美娇娘 哥伦比亚无理地卡金矿 是世界级超高品位大型金矿 是公司的核心黄金矿山 中国国企资金矿业企业宣传片 才表示哥伦比亚金矿是一大重心 12号却被华尔街日报爆料 资金矿业旗下占超过一成产量的最大金矿 却惨遭哥伦比亚黑帮贩毒集团盗采 光是去年就损失黄金至少3.2吨 南美很多地方 它是长期有非法采矿组织在采矿的呢 我们这位企业也很难去制止它 我们也希望有这种新闻的话 能够让政府能够更重视这个事情 消息一出召集小股民 致电询问 公司客服人员直言不讳 被盗财市长期问题至少已迟失两年 但公司没有正面证实损失规模 只强调完成任务不受影响 当地黄金产量不减反增 但资金矿业何以有如此底气 相当于中国美产出7.5吨矿产金 3.7吨矿海虫 就有一吨来自紫金矿业 紫金矿业来自福建闽西 今年在富比市杂志全球企业榜中 排行267名 市值633兆美元 而紫金矿业董事长陈锦何 被誉为中国金王 据说身价超过1000亿人民币 但最为外界所熟知的 却是他的忘年恋 那我和陈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想这位矿业专家 就发现眼前的这位姑娘 可能是一位高品味的金矿 2020年陈锦何高调迎娶并购交易师 前兵却备受争议 不止因为女方比男方足足小了25岁 而且陈锦何是二婚 她的原配前一年才引力去世 此外前兵力博是为了财产下架 选成自己出生以来从来不筹钱 尽管她是小摩出身 却拥有纽约理工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婚后也跻身资金矿业的执行董事 市场更有看法形容她旺夫 因为没两年国际金价就大为攀升 2022年底黄金价格 铜等金属的价格就开始上涨 屡屡创出了新高 2023年紫金矿业单金矿的营业 收入271亿元 同比增长了20% 至于陈锦何的KiGesua 就是中国闽西的紫金山 据说她的团队花了10年 终于找出上金下铜的地下煤矿 运藏量远高于当局预期 当时甚至成为中国第一大金矿 让陈锦何一战成名 然而开采手法却是利用1000多吨的炸药 轰天荡平无用的山头 哀轰野蛮 此外陈锦何口中的低价高效手法 却是利用剧毒的氢化钠溶液来提炼出黄金 机关时的运藏量不高的低品位矿 因此有了开采价值 处理不当却也伴随高度污染 福建上航线政府近日研究决定 对于紫金山金矿采取现产措施 要求其在确保环境安全的情况下 维持低位生产运行 以减轻金铜矿区环保安全的压力 紫金铜业有限公司 制酸车间在作业时发生事故 导致三名工人死亡 早期的紫金矿业 频频被贴上环境问题标签 也因公安问题陷入舆论争议 另一方面 紫金矿业2003年 在香港和上海挂牌上市后 至少连续15年 年年都有并购交易 使这个地方企业要上国际舞台 陈锦和更被形容为 是高买低卖的超低高手 却因此公司财务 走给外界富贵且中求的印象 购买欲太强 就会有很重的债务压力 2022年紫金矿业资产负债比 仍然达到了59% 有息负债率达到38% 负债压力有增无减 尽管现金流暂时没问题 但各国黑帮倒彩事件 却凸显紫金矿业 在中低度开发国家的海外矿产 仍有投资风险有忧 中国的单身族惨了 因为中国珠海在11号晚间 发生了无差别恶性冲撞事件 造成了35死43伤 而习近平就下令要针对 四五五失的高风险民众 要全面清查 到底什么是四五五失呢 我画面带你来看 什么叫四五 四五就是无婚姻 无子女 无工作 无房子 而五失就是 投资失败 生活失忆 关系失衡 心理失衡 以及精神失常 好 这些民众都会被清查 那么详细情况如何 我们现在马上连线到 珠海跟克隆娟来告诉我们 好的阿娟 在珠海这起重大车祸发生后 中国官方似乎全力在封锁消息 包含网路影片被下架 外媒报道被断讯 就连民众到现场哀悼的花束 也会被迅速清除 然而除了珠海这起悲剧以外 中国今年已经发生了多起暴力事件 至少有六件涉及开车撞人 有七件是持刀伤人 其中三件更是针对幼童 但中国官方往往没有公布案发细节 外界难以得知真相 来看我们的报道 民众们拍照记录现场或者通话 向家人报平安 11号接近晚上8点 一名62岁繁兴男子驾驶小型越野车 强行冲进珠海市体育中心 对民众进行无差别冲撞 大批警力集结包围肇事车辆 警员们吆喝手持防暴钢叉 为了将驾驶从车上拖出 不敢掉以轻心 这起事件造成严重伤亡 引起全国关注 当天晚上民众就自发碾香献花 为罹难者表达哀悼之情 而这起事件也惊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表达高度重视同时也做出指示 指出 广东珠海市乡州区体育中心 发生驾车冲撞行人案件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性质极其恶劣 要全力救治伤员 精心做好伤亡人员及家属 安抚善后工作 然而凶手犯案动机也引发外界联想 因为离婚后财产分配问题 就选择报复社会 恐怕也和中国目前经济低迷有关 就连地方政府都只能靠举债度日 根据美国之音报导 中国近日频发暴力事件 尤其是针对学生等弱势族群 主因恐怕是因为武师人群增加 武师人群是指投资失败 生活失忆 关系失和 心理失衡 精神失常 这五类人员 这些人在中国恐怕已经数以亿计 社会的问题和矛盾 永远是层出不群的 但是最根本的一个源头就是失业 到失业以后就没有收入 到没有收入之后 一切的可能性都会出现 然而因为生活上的不如意 最终导致他们诉诸暴力 随机攻击的恐慌持续蔓延 也成为中国头痛问题 而北京当局却无视民众的真正诉求 仅以维稳角度看待这类事件 要依法严惩凶手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 举一反三 加强风险源头防控 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严防发生极端案件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北京当局几句话就将整起案件定调为 因离婚后对财产分割不满进而导致犯罪 反而忽略整体经济结构性问题 恐怕无助于降低民众不安 只会让更多模仿犯出现 曾和习近平竞争国家主席大卫的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他的儿子薄瓜瓜 据传即将成为台湾女婿 而且还因此惊动了我们的国安单位 但是很多人很好奇 为什么他的名字要叫瓜瓜 这个名字非常特殊 到底什么原因呢 我们要帮你解谜 根据了解 ABB这种方式的叠加名字 是红二代非常普遍的现象 比如说毛东东他是谁呢 他是毛泽东的曾孙 李特特他是李富春 蔡畅的女儿 原因是为什么他们选取这种叠字呢 是因为中共的政治斗争非常残酷 所以叠字会给人孩子气的印象 让红后代不会因为名字太响亮 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那么至于薄瓜瓜这个名字呢 因为他是薄熙来的儿子嘛 就有个子 那么子加瓜就成了孤字 暗示薄熙来其实有称孤道寡的野心呢 能言善道散发浓浓人格魅力 甚至拥有自己的应援歌曲 十多年前薄熙来这个名字 是中国政坛相当当的名号之一 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 是中共元老之一 也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共治国八老之一 据称正是薄一波对中国前国家主席 江泽民的知遇之恩 使得薄熙来在争议当中仍然得到了提升 作为红二代薄熙来早年的政治路 可说是一帆风顺 从当年是市长做到市委书记 再到辽宁省省长 2004年则调往北京担任商务部长 之后又被派去当重庆市委书记 并在那十年间推出一系列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政策 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唱红打黑 薄熙来是当年中共最闪耀的政治明星绝对不为过 但到了2012年这一切开始变调 薄熙来的命运自去年 他的公安局长躲到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 并指控薄熙来妻子谋杀一名英国商人之后 开始一路下跌 不止妻子谷开来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 薄熙来个人也在2013年9月以受贿罪 贪污罪滥诱职权罪被判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及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系列案情引发多家国际媒体密切关注 至于儿子薄瓜瓜 2012年从美国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后 没有返回中国 如今传出将来台成婚 中共红三代落脚台湾 让沉寂一时的薄家重回美光灯下 川普家族的三个儿子各司其职 大儿子叫小唐纳 他是川普的隐藏幕僚 曾经抢子伦斯基在38天就断粮 而且范思之所以成为川普的副手 剧传就是小唐纳推荐的 那我们来看二儿子 他叫艾瑞克 擅长加密货币 2016年川普当选之后 就把川普集团的日常业务 都交给了次子 那么至于小儿子拜伦 高大英挺面容较好 是网路的大红人 现在是川普家族的第二块活招牌 无关机四爸爸 川普小儿子拜伦 在川普当选之夜再度现身 加上206公分的身高 一夕之间成为话题焦点 我认为是川普想要做这个 早在八年前 川普首次入主白宫 当时才十岁的拜伦 在就职典礼意外睡着 可爱模样外界还记忆犹新 而他作为川普与梅兰尼亚 唯一的儿子 理所当然 及万千宠爱于一生 在梅兰尼亚保护下 与哥哥姐姐相比 拜伦的私生活相当神秘 不过随川普成为美国后任总统 他被形象为川普家族的吉祥物 他的二哥艾瑞克 则成为家族企业掌门人 川普二儿子艾瑞克 在2016年川普首度当选后 就掌管川普集团日常事务 虽然绝大多数资产 仍在川普名下 那就是我们美国人 我们应该赢在国家 我们应该赢在我们赢在国家 我们应该赢在医生医院 我们应该赢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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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艾瑞克以稳健 低调的态度 默默成为家族企业 掌舵手 艾瑞克投资眼光精准 持续在中东布局 同时也看准加密货币市场 带领川普集团 持续发展 而大儿子小唐纳 则是完全继承父亲 呛辣言辞 成为本次总统大选中 另一大关注焦点 2023年 知名隐心劳伯迪尼洛 在大街上痛批川普 想毁了美国 小唐纳火爆回呛 让全美川粉热血沸腾 而他在这场选举中 可不只为自己的父亲发声 根据外媒报导 小唐纳认定范思为川普接班人 因此阻止活跃于外交的 共和党新保守派人士入阁 如美国前国务卿 蓬佩奥 与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 两大巨头被拒之门外 主因恐怕是不够忠诚 而小唐纳不止发文呛 则伦斯基 现在我已经工作了 我已经工作了15分钟 比喀玛拉 她从来没有工作了 台方爸爸PO出麦当劳辞职信 川普当选后 大儿子小唐纳动作平平 让人不禁怀疑 未来是否能看见他 嗑哨鸡球 投生整洁 今年是全球的超级选举年 总共有76个国家 进行领导人或者是国会选举 影响了全球人口超过一半的人口 结果我们发现 选后大部分都翻盘了 包括英国 法国 葡萄牙变了天 伊朗则是改由改革派的候选人 取得了政权 据南非执政的非洲民族议会党 首次国会没有过半 另外民粹的右派强人也大量出现 这里头包括俄罗斯的普丁 印度的莫迪 印尼的普拉沃博 美国 委内瑞拉的马杜罗等人 也为全球和平带来了新的变数 胜选后的72岁普丁上台好雀跃 因为2024年3月的总统大选 拿下近90%的票 继续第四任期 高喊荣耀归功于俄罗斯的民主 嘲笑美国没民主 都有民主程序 但反观普丁本人的选战 虽然有投票箱 也有计票人员 但部分地区要在持枪军队前进行外 选票上的候选人 要不选前弃选 要不就是被普丁一一清除 被质疑跟普丁一样用选举形式 增加选举合法性的 还有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在民众簇拥下开心挥手 7月马杜罗以52% 些微差距的得票率当选总统 却被反对派痛批 都是造假 同样引发争议的 还有印尼商业大亨普拉伯沃 曾是国民美食煎蛋饼老板 以73岁之姿 成为印尼最年长的总统 虽然商界政界都有涉猎 但他的人品起人以斗 细数2024年全球超过一半国家 42亿人口举行70多场选举 带齐的变动影响五远佛界 但不管是以掌权的执政党 还是群球支持的政治素人 透过民主体制的外衣 与社群媒体的助攻下 将权力向外扩张 吸眼球的短影音特性 让诉诸恐惧大打护国旗帜的右派强人们 成了小荧幕中的政治新星 2024年右派风潮已势不可挡 像在欧洲议会选举中 法国级右派的勒庞横扫30个席次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意大利兄弟党 遥遥领先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因素 例如政府的更加凶状态 更加凶状态的国家 是一个国家的比较强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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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比较比较严重 因此反应更加凶状态 人民对现况的不满 透过右派的狂言找到宣泄出口 无论后果是什么 都要让当选者知道 全面翻转改造是必须 而这股改变不见得必定是 向右靠拢 但铲除旧事例是必要条件 今天人们在这里 和周围的国家都已经谈了 他们都准备了 左派的英国首相施凯尔 终结保守派14年执政 拒绝索国不对话 一上任马上和加拿大 意大利爱尔兰等领袖通话 这股变动势力也抽集了极权的强人 掌权20年的土耳其总统阿尔段 任期延到2028年 政治盟友一度在国会提议取消任期限制 看似总统位置坐稳 却也碰到软钉子 执政党输了首都安卡拉 与伊斯坦堡的地方选举 同样也碰上障碍的 还有开心比业 走红毯的印度总理莫迪 虽然在国会大选中 顺利拿下第三个任期 带领的国家民主联盟 得票数确实过半 拥有最多的240票 看似赢得轻松写意 但习次意外的比四年前少 外媒智库分析 虽然莫迪政治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安全感 却无法根本解决失业问题 没工作又碰上通膨 强人光芒不是万灵丹 民主带来的进步表象 隐藏着群体短视尽力的未爆弹 碰上动荡的明星 只会让全球陷入 更多不安 今天话题面对面 带你来关心的是 川普的全鹰派战斗内阁 有人甚至说 闻到了川普子弹上膛的火摇味 邀请的是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 邱绪一老师 邱老师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看到他的超狂内阁名单 应该说非典型名单 不只是共和党 不只是川普 应该全世界都掉下巴了吧 比如说我们先讲第一个职位 是国防部长这个职位 他找的是电视新闻 节目主持人 对不只是电视新闻主持人 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实战经验 他其实是做后勤的 那他其实只有在伊拉克阿富汗 他有当过后备军人 就很像我们后勤的那个概念 所以说其实为什么他会找他来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 川普这一任 如果你比较他第一任的那些国防部长 全部闹翻 什么米利 然后那些都是将军 对都是将军 而且都是实战的 而且川普第一任 的确还是想要用那种可战的 第二任看起来的话 川普又是走秀场的概念 所以你看你这个Hexter一上来之后 基本上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秀 我随便讲Hexter一个小故事 Hexter曾经跟这个旁边人说过说 他这个十年没有洗过手 十年没洗手 十年没有洗过手 那我怎么十年没洗过手呢 老师那他十年没洗手 他有洗澡吗 那他也可以只洗澡不洗手 有点难这样 不过他当然他说这是开玩笑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记得当年毛泽东 他也不刷牙的 那你家问毛泽东 毛主席你不刷牙 不是很脏 你有看过老虎在刷牙的吗 所以那么吃肉的人 是没有在刷牙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很狂的 第一号这Hexter 对 那第二个我讲第二个 就是国土家园保卫部 有个美女的叫做Norm 叫做诺姆 我们中文版的诺姆 这是国土安全部部长 对 这国土安全部部 其实是美国的这个防灾 救灾跟所谓的那个边界管制 所以国土家园保卫部 下面还有一个叫做边境局 我们等一下再讲边境局 我们先讲国土家园 国土家园保卫部的 这一个是来自于南科大州的白人女性 他长得是很漂亮 很漂亮 这个川普内阁 基本上言识都超级高的 据说他的内阁成员呢 第一个要对他忠诚 对要忠诚 忠心很重要 第二个呢 颜值要不错 颜值要高 对 可是重点是 他是一个很角色 为什么呢 因为他曾经在他的自传里面 写过他曾经把他养了 几个月的一只狗 叫蟋蟀 把他呛杀掉 他呛杀自己的狗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主要是 他这个狗本来是养了 要当猎犬的 所以他去当猎犬的 不但不受控 他也咬死别人家的鸡 还他赔了一笔钱 你知道吗 那赔了一笔钱之后 咬死鸡 咬死鸡 那还是具有猎犬性格 那不是他的鸡 那是人家的鸡 OK 所以咬死之后呢 后来他把他这个 这个抓回来之后 要带回家 他咬他 咬主人 咬主人那就不行了 那他一气之下就把他 叮叮了 那问题是 我也养过不听话的狗 我不会把他叮叮 我就给他更多饲料 爱的教育 那他是铁的纪律 这个是诺姆 所以这是国土安全部 那他下面有一个 叫边境局的局长 叫霍曼 因为这一次 我们知道美国的大选 川普会胜选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边境议题 所以他任命这个 边境沙皇叫霍曼 霍曼 倒没有做那么多的小八卦 但他有一个很 很很 很形眼的一个政策 什么政策 叫母婴分离 我们知道 在民主党的时候 很多南方人 你讲的比较好听 我看到很多媒体 翻译叫做骨肉分离 对了 这个妈妈骨肉分离 进到边境里面 妈妈生了之后 那因为小孩子还小 一个月两个月 小baby嫩婴嘛 那妈妈就跟他一起长大 可是他不是 他就说 他在以前 其实欧巴马实际 他就当过 这个边境的事务的官员 他说没有 妈妈遣返 小孩我们顾 其实这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霍曼 那另外呢 我们讲到一个叫做 麦克斯 叫盖茲 司法部长 司法部的部长 这个盖茲呢 其实他是一个 非常非常狠的 狠角色怎么讲呢 我们知道现在 共和党内部 有极右在斗建制派的 那这个盖茲之前 他是担任 这个联邦众议员 那形象很正义 那当时候我们对他印象 形象很争议 不是很正义 很争议 对不是四身 他逗那个前议长麦卡锡 麦卡锡当时不是 选了十三轮才选上吗 那当时候有一个 叫做二十一人帮 叫做自由党团 带头的就是这个盖茲 那盖茲说 基本上你对川普不动 他就很像川普的门神 就对了 那我们如果台湾 有拜拜叫做虎爷 就对了 那他就说 你今天 如果没有办法满足到 我们这些极右翼的 二十一人帮的这个满足 我就不断的杯葛你 even自己的政党 他不断杯葛 所以共和党杯葛 所以盖茲来讲的话 他其实很凶悍 那盖茲是因为最近辞职的 为什么 他四十二岁 大概我这个年纪 那他基本上 他陷入一个两个丑闻 第一个他是去 这个跟魏晨年发生性关系 第二个他也有 那个吸毒的问题 他有吸毒的问题 其实美国毒品问题泛滥 因为其实大马已经合法化 他是要做司法部部长 对所以说 然后自己有未成年的争议 以及吸毒问题 他可以做司法部部长 所以这是我要讲的 川普基本上来讲 他进去 他跟第一任一样 他第一任还没有完全发挥 就遇到疫情 他就落选 这一任他一定要大搞天定 他把所有华府建制派 移为平地 他要破坏所有建制派的逻辑 他要把他完全破坏 才会有重新建设 其实你可以看出这个人选 这个川普根本就不在乎 其实好险Marco Rubio 这个国务卿比较正常一点 国务卿比较正常 那我们可不可以讲一下他的情报头子 情报头子叫加巴德 加巴德也是个美女议员 他是夏威夷州的众议员 加巴德厉害 他有贺锦丽克星之争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贺锦丽跟川普 有一场辩论的时候 那川普基本上 贺锦丽这边是找拜登跟希拉蕊 曾经打出川普过的 帮他补习 那川普这边找谁 就是找加巴德 那加巴德为什么会可以帮他补习 因为加巴德在2020年的时候 他也想参选民主党的总统 他有对过拜登 也有对过贺锦丽 所以他当时修理贺锦丽 比如说贺锦丽不是大国家座的检察总长吗 他口口声说他反大麻 但是他自己戏大麻 贺锦丽自己承认 他自己戏大麻 好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说贺锦丽呢 基本上呢 曾经滥述 害人家差点被判死刑 是 所以加巴德认为说 他是一个非常伟善 就是贺锦丽是个非常伟善的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他其实把他修理了 当场那个辩论是蛮好看 问题是这不是在打选战 对 这是未来的情报机构的主管 他要担任是国家情报总监 他完全没有任何情报经验 是 可是阿关你要知道 对川普来讲 时时刻刻都在选举 就像他以前当慈禁秀的导演 时时刻刻都在拼收视率 因为两年后要其中选举 两年后其中选举 共和党是不是能够继续掌握参院 众议院多数 这个是很大一个问号 历史显示大部分其中选举都会输掉 所以川普一定要维持 那个右翼的那个高声量 好 那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 这些人选里面 我们讲到马斯克 马斯克他 马斯克我最有兴趣了 因为他有一个征才广告 老师 这个征才广告 你觉得会有人来吗 征才广告怎么讲呢 他说他要应征的是高智商 然后呢 每周公时是八十小时 所以我帮他算过了 平均一天是十一小时二十六分钟 同时呢不能休假 最最关键的是老师 他说是没有薪水 没有薪水 也就是说他应征的是高智商 做牛做马 又没有薪水 又爆肝的人 他在酸啊 酸什么 酸就是美国没有色畜 美国没有所谓这种 所谓这种奴性很重的 亚洲人的工作 那你觉得会有人来应征吗 当然不会有 这个马斯克跟川普一样 他很喜欢讲反话 然后他也是很喜欢搞乱 一直春水 你看马斯克以前是民主党的 在这一任之前 都是民主党员的以前都是支持这个 拜登支持欧巴马这些人 怎么突然变支持川普 那甚至我们知道 马斯克其实他的女儿也是变性 变性 应该是这个男转女 但是他基本上他也是怎么讲 他也是现在跟川普一样 也是谴责自己的这个孩子 所以你会发现马斯克 他成立这个政府效力部 在他的眼中 这种搞AI的人 搞这种电动车人 很多工作都是可以被机器取代 而且机器做得比人更好 所以他说美国的联邦机构有四百个单位 他要削到只剩下九十九个 那九十九个是什么概念呢 据说有公务人员七十七%要被裁掉 对没错 对 那不得了 我不知道老一点观众有没有印象 以前我们台湾有一个叫钟采怡的一个 也有当当 好像是当财长的金长 我知道 他不是说 侮辱丛林的小白兔 他不是说他在什么 好像是华盛顿说 当任什么环保局的局长 后来不是被人家踢爆 其实那个基本上并不是政府单位 那是外包的 其实美国的政府很多都是外包的 环保局整个外包 然后这个什么什么 边境管制局 边境管制可能比较宽 就是有一些比如说经济的 环保的 这些劳工事务 所以老师你意思是 他外包的这些单位 他可以裁撤掉 他可以裁撤掉 那个本来就是给外包的 那联邦政府不能外包 因为联邦政府毕竟就是美国的中枢成绩 所以很多美国人 恨不得联邦政府 赶快把它全部干掉 因为对雷根 大家知道雷根总统讲过 他说政府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解方 所以其实马斯克也好 川普也好 还有这些广大的右翼的支持者也好 他们巴不得他们的税前 不要投到联邦政府 去帮助这些黑人 穷人 拉丁一的 跟这些非法移民 所以点就在这里 好所以 这些名单都陆陆续公布 但不一定会过关 对不对老师 对因为有些是今天要经过参议院 有些是要经过参议院 对那像这个国安顾问的话 那个是属于咨询职就不用 那国防部长要吧 国防部长要 对那又好比 他不是弄了一个什么 政府效率不吗 那这个是川普 他就是不要 虽然说现在说的参议院 也是共和党 可是川普就不想要离你们 就是我下面 我干嘛还要你们同意 他就弄一个新的部 新的部 所以马斯克不需要经过参议院 不用 他就已经可以直接走马上任 对 所以甚至说马斯克 现在不是听说 他天天都待在海湖庄园 海湖庄园吗 跟那个川普打麻将 可能不是打麻将 他们就是麻吉麻吉 川普跟泽伦斯基通电话的时候 他乱入 他也跟泽伦斯基通话了 对 然后这两天的新闻是 他竟然已经见了 伊朗驻联合国大使 讨论美伊关系了 对啊 所以你看其实马斯克跟伊朗 很远 你说如果普丁 他的这个政府效率部 跟美伊关系有什么关系 对 就是因为 所以他也管得太快 其实我跟你讲 现在台湾有个辩论 我们这节目讲 10秒钟就好 现在有人说 到底川普会不会背叛台湾 那有人说会 就是因为马斯克的关系 那也有人说不会 因为马斯克管内政 那看起来马斯克好像 现在不是只有管内政 他都联络上伊朗的这个大使 那表示说其实马斯克 在外交上一定会管 会管之外呢 这个东西已经连接到 特斯拉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台湾这一块 是要密切注意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事业面对面 我是阿关陈斐娟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